大家好,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南瓜红糖丸子的做法 特别适合女性和拼鞋的朋友 首先我们准备南瓜一块 用刀把外面的皮削掉 然后把里面的羊去除 最后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放入一个玻璃盘中 下面我们把南瓜蒸一下 把切好的南瓜放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,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到了,我们拿出蒸好的南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大火煮至汤汁粘稠 这时候我们要晃动炒锅防止粘锅 锅中汤汁收干时就可以出锅了 南瓜这样做不鞋不气 女性朋友和贫鞋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 喜欢就试试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关注我为你分享更多美食